好,来,我们要从27页 好,这个是原名特考的题目 原名特考题目在过去的状况来说 考的都还蛮难的 那不过这一题算是还蛮平易近人的 我们来看一下 好,来,他说啊 某一个农产品市场的需求方程是 同学看到这个他写D跟S对不对 你就直接把它改成QD跟QS 因为你在这个作答的过程中 你就不能用这个D跟S嘛 用这个代号不容易去那个号写 不容易写 你就直接写QD 等于100减去10P 然后呢,QS呢,等于20加10P 好,这样子 好,他说啊 如果政府实施价差几付 将保证的价格设定在6元 好,那这时候呢 我们当然是需要 先把它那个图形画出来 来说明一下 第一个呢 第一个呢 我们先把工序画出来 好 P等于0 Q是100 好,同学我在算的时候 你最好自己也跟着算 因为题目并不难 就是说你跟着一起算 那如果我中间 那个算太快 有算错的 你还可以提醒我一下 就是说至少我在算的时候 这个数字怎么来的 你要知道 好,再来 公起 P等于0的时候 Q是20 所以它不是从原点出发的 也不是从纵轴出发的 就是说你在画图的时候 你不要一开始就画错了 好 那我们第一个当然 还是先来算均衡时 原均衡 这个第一个我们先算原均衡 你说为什么要算原均衡 因为它有告诉你 它设定一个价格是6块 当然我们知道 它说这个是价差几付 所以这个6块 势必是在均衡价格之上 不过我们是有看过 题目出现仅 它是在出下面 所以你无论如何 原来的均衡 你还是需要算一下 所以均衡时 QD等于QS 所以100-10P 要等于20加10P 所以20P要等于80 所以P等于4 P等于4 所以来 所以没错 它设定你的价格 确实在均衡价格之上 所以4 然后数量随便你带 带进来需求 所以是60 好 那它现在设定价格 保证的价格 收购的价格是6块 我们知道这个是价格下限 6块 好 对过来 对过来 我们知道 这个保证价格收购 或是价差补贴 你市场上都会形成 超额供给的情况 好 所以来6块对下来 我们生产者呢 所愿意生产的数量 把它带回去 你的供给 6块再进来 80 可是呢 价差补贴 我们是 这个生产者所生产出来的 我们是要 那个消费者全部买走 他不会收购走 所以那 消费者愿意买多少呢 把80带到需求 带回来 80 2 2 消费者 这80单位要全部买走 2块 可是 生产者 订6块 所以这中间的价差 就是政府补了 价差是4元 好 这个是这一个题目 好 那我们看他第一个问什么 他说这个时候呢 市场的价格会变成多少 这个市场的价格 当然应该不会是指 他订的6块了 6块已经给你了嘛 他干嘛问这个 应该就是指消费者付出了 消费者付出的只有2块 那可是你订6块啊 所以这中间的价差是政府付嘛 所以呢 这个 价格是2块 然后呢 他问这个时候的政府支出 政府支出 来 第二个 很明显的嘛 政府支出就是价差 乘上 生产者的 这个 生产的数量 所以 政府支出 第一题我先说 第一题的解答是这一个 市场 我写在这 市场价格 是2元 他问的是这一个 他也不是问价差 不是问价差 政府的支出呢 就是6减2 乘上我们的80 这就是政府的支出了 所以政府的支出 480 320 好 这个是 第二题 第三题 他说啊 社会福利的 无畏损失是多少 哦 这个还好 对不对 因为 那个 价差补贴制的 无畏损失 比较容易 比较难的是 那个 保证价格收购 不过我们等一下 会补充在这 同学要一起 把它汇 因为考试 都有可能考 所以来 这个 无畏损失 DL 我们知道 无畏损失 当然就是什么 这一块 推出来的 推出来的 那同学 当然你不能只会这一块 哦 在考试的时候 你所有的福利的部分 我们上个都有交 只是说 因为这个考试 它是直接问这个 我们当然就直接作答嘛 所以 为损失来 底是 6-2 底层高 高是 80-60 然后再除2 所以是 4-2的8 800 是不是 还要除2 我多了一个0 是不是 这个 对 多了一个0 40 好 这是第三题 那第四题呢 它说啊 这个价差补贴字呢 它的 它请你右缺点都写 来 第一个 市场的价格稳定 好 市场的价格稳定 它说维持在什么 P-STAR 诶 这个 那个P-STAR是均衡的价格 哦 不是在那里 应该是在2 就消费者付出的就是2 生产者拿到6 中间价差 政府补 好 所以这个要改一下 再来 消费者的支出是稳定的 来 消费者的支出请注意哦 是这一块哦 消费者付2块 买80 所以消费者的支出是160 这是固定的 你可以在后面把它补充起来 消费者支出160 生产者的收入 生产者的收入的话 生产者的收入在这个部分呢 请看 6乘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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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只是这个是政府付的 这个是消费者付的 好 我想要写着好了 写在这 消费者的支出 是2乘80 然后呢 生产者收入 生产者的收入是6乘80 那中间就是政府的支出了 你这样一加也知道 对不对 这两个相加 那这里提到说 生产者的收入 不稳定 严格上来说 以这一个模型来说的话 生产者的收入就是 80嘛 倒是没有不稳定 就是说 他所谓的不稳定 可能是说 这个收入会因为 你政府设定的价格的不同 会有不同的一个水准 所谓的不稳定是在这 就是说 你不是生产者主导了 对他而言 不是生产者主导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些部分 第一个 那如果人家好 我们就以这些题目来说的话 如果说 他问的是 保证价格收购呢 因为这个是价差补贴字 如果是保证价格收购 来 第一个 保证价格收购的话 不用讲 第一个 市场的价格就是6块 对不对 因为你设定就是6块 你设定就是6块 政府也没有什么 补给消费者的问题 没有 第二个 他问 他问 无谓 政府支出 来 在保证价格收购下 生产者生产80 消费者 只愿意买 来 6带到需求里面 6 40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保证价格收购 政府的支出是6 政府 是6 乘上80 减40 240 所以是不一样的哦 他可以比较两个方法 请你来告诉我 政府支出差异多少 再来 第三个 如果 无谓 损失 我现在在这里讲的是 保证价格收购哦 题目问的是价差补贴 我这里在讲的是 保证价格收购 就说你要提防他 也有可能考保证价格收购嘛 好 来 保证价格收购的无谓损失 倒是比较难了一点 保证价格收购的无谓损失 我们说过了 他是 这一块 就原来的这一块无谓损失 再加上多生产的成本 所以他的无谓损失 刚好跟你的这个 价差补贴字 刚好怎么样 互补了 互补 我另外一块用红色的 这里 然后他接着是这里 是这样子 所以总共有两块 它所产生的无谓损失 倒是比较大哦 比较大 来 我们把它算起来 总共有两块 一加二 我们两个要分开算 好来 第一块呢 底是六 这个要小心哦 你这个六带回去我们的供给 是二吗 来看一下 六带回去需求 六带回去需求 这里 哦 是四十 所以这个二刚好通过这哦 有刚好通过这 我画的没有很准 有通过这 有通过这个点 这个点刚好就是二 这没办法 你就是你要画出来之后 你才能去改 因为你不一定能够对到这个点嘛 刚好是这 好 所以来 第一块面积 六减二是底 层高 层高 六十 减四十 底层高除二 好 所以四二得八 八十除二 四十 好 这是第一块哦 第一块 好 还有第二块 要加上 第二块 T型面积 上底是二 下底是六 上底加下底 乘以高 高是八十减四十 除以二 好 两个要相加 所以是 八 四三十二 三十二除二 一六零 所以两个相加 是两百 所以这个未损失是比较大的哦 远高于我们第一个哦 好 再来 哎 他还有问什么 前面那一题还有问什么 好 就这样子了 好 优缺点的话 同学就 这个课本上去看 我们有把 保证价格收购制 价差补贴制 跟 凭准基金制 都有列在课本上 那当然考试来说的话 这两种当然 考试来说是 比较主要的 比较主要的 谢谢大家 shoots 碎